一样的 所以呢我习惯用value 然后呢把这个地方 读进来之后的话也就是说这个数字 我把scan进来之后的话 就会 放到这个size里面 那size里面的话呢就是 在 宣告一个阵列 那new的size这个size部分呢基本上就是由 使用者输入的值来决定 OK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们再来宣告也说 先 读取 再来做什么做 产生阵列的动作所以这个地方的话产生阵列 接下来的话呢我要把它输出 那怎么输出啊基本上就是跑一个回圈嘛那这边总共有10个 所以呢我们就给他一个10个回圈那中间加什么 中间加一个tab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中间加一个tab 那tab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跑回圈for i 等于0到多少呢 当这个值小于 这个条件恐怕方向 要 要看清楚我刚刚有同学有方向搞混了 条件因为减减 他一直就是可能用加加的情况比较多了所以方向 错了结果就没有输出结果 OK那当小于 这个size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做底下动作 就是用什么呢 这个地方 其实你会发现 如果1到999基本上就是什么 random max点random乘上999 那最后出来的话会是最大值 最小值就0嘛 最大值就是998.99999 然后再加1的话就变1到 9999.9999 因为 里面有说明嘛 他不会等于1 所以呢最后再把小数点去掉 所以用int 然后他传给前面的部分 再来的话呢 我们如果要排序 特别注意啊 其实如果要排序的话 在阵列里面排序 还好那个 Java提供一个 一个什么呢 一个 类别 这个类别叫arrays arrays非常好用 也就是说你这个arrays的类别 我们直接怎么样呢 arrays.sort 这个方法 直接把我们的阵列放进去 他就自动帮我们排序 而且是由小到大排序 那当然你有小到大排序的话呢 你就可以排完序之后的话 再把它输出 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结果 当然如果说你今天要颠倒过来 由什么呢 这边是由小到大 如果你由大到小的话 那其实你就怎么样 输出的时候怎么样 改成什么 改成减减就好了吗 就反向输出 不就 反正先排序完之后 你要看怎么输出 其实都可以 所以这边的话呢 是 几个重点就是说 输入用scanner 第2个的话呢 输出几个再来排序 那不过如果说今天 题目假设 会有要求 就是说 要 也是一样 不要有重复的值的话 那也是要你要把什么 第一题的部分 里面的那个 先度 先判断 所以要产生一个变数是pooling 那判断说里面值有没有改变 所以你 这地方 如果这个部分完成之后可以想想看 哎 有没有办法把这题稍微改写 产生什么呢 产生没有重复的乱数 OK 这里的话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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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